大大小 英國的國衣 非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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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大家 恭喜你 書本象徵知識 在改造自己 改造世界的過程中 知識扮演著甚麼角色呢 我自己就是希望 由個人出發 利用知識去出眾人類的思想溝通 郭家齊和蔡耀樂 早前參加了由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和北京郵輪師當代藝術中心合辦的 MED at北京UCCA創不同遊歷 第一次參加MED活動的家齊 透過舞蹈 找到身體隱藏的遊性力量 我以前做的運動 其實多些是打球 或者比較重複性 跑步 少些接觸 像舞蹈那麼多變 或者有一種很溫柔 柔軟的感覺 讓我發現我的身體 原來都可以有另一個面向 有不同的表現 我就覺得 唉 不錯 姚樂在兆基創意書院畢業 今次他除了參加工作坊 亦都協助拍攝工作 透過鏡頭觀察 他又有另一番感受 因為我見到有些人 可能本來的時候是戴眼鏡 穿衣服 很整齊的一些人 但他們去到跳舞的時候 都會出了整身汗 然後又真的笑得很開心 而且動作又很大 我又覺得舞蹈 尤其是這樣的肢體動作 真的可以令人開放自己 然後嘗試跟其他人溝通 進入盲人電影院 蒙眼體驗感觀封閉的生活 依賴陌生的失明人士帶領入座 原來看不到 反而更開放 看不到東西 你第一要靠你自己其他的觸覺 去跟其他人溝通 又或者去嘗試了解你身處在一個什麼環境 咦我是不是坐得到那張椅子上 我們那時候聊天 我很深刻 我們說話是特別大聲 亦都特別願意去交代一下自己是什麼人 我們那時候的溝通是好 為什麼呢 大家的感覺是很親切的 雖然我們看不到大家是什麼樣子 我就會在想 當我們沒有了一種其中一種感官 甚至最重要的那種是視覺的時候 那是否反而會令到我們 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會加強呢 我猜都會令到他們反思 他們怎樣對待那些所謂的有缺陷的人 開闊心靈和視野 為家齊和耀樂帶來新的創不同體會 下一集會講一下 他們去完北京回來有什麼成長 香港昏迫電視記者 張敬之報道 我們可能會有我的 人之間 我們會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